这个两年没有换水的寒水缸是一个什么样子缸 到底什么鱼能这么厉害 这条小丑鱼里面应该是有两条 这就是之前朋友送过来的 两年没有换水的寒水缸里面的两条鱼 现在他们在这里住的很好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缸 现在我还是不差的 进到新家已经四个月了 我也没有换水 直到后面这个枣长成了这个样子 实在忍不住我还是动手 现在虽然说已经不好干净了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好 没有枣没有枣就不能吸收水里面的养分 水里面的养分多了水滴就会老花 所以呢之前我估计啊 这个两年他们过外水还能活 有可能就是因为里面的枣特别多 然后呢 枣把水里面的养分给吸收掉了 这个水滴就不老花了 所以他们活得很好 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领地医师是非常之强的 我把这个花走到处上去 你看他干不干我就是了 你看啊 他上来干了 我假装动动 你过来 这个领地医师对说这个状态太好了 换什么手呀 言归正传啊 低密度的话你想尝试养一些海水鱼 特别是这种小锤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需要什么淡分 你想鱼缸又干净 鱼状态又好 那么你就勤换换水 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难 那你就让它暴躁 澡泪多了以后呢 才能够分解掉鱼缸里面的小酸盐 瓶酸盐 这样子的话 你在密度超低的情况下 确实能够走到不换水 只补一些水 好了 你可以去录小酸盐了 还是知双人猫 有阿尼 非诚会 无论 了 次 您 可能